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這節是即時攻略 先和大家跟進大致方面的最新表現 行指要跌32點 最新貨在23,037點 國企指數要跌34點 還有10,259點 大致成交暫時355億 見到最近港股 其中一個焦點是互廣通 何時開通 就著相關消息 港股方面都受困擾或支持 見到大家除了行指方面的行指之外 中資券雙股都就著相關消息波動 今天其中一隻有消息的股份 就是海通證券 編號是6837 雖然5個加月日子公佈業績 但今天的升勢升至近2% 研究中12.8跟相關消息有關 講海通證券 獲得港股通方面的交易權限 但這個消息見到股價方面有支持 要拆解這個消息 請來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跟我們談談海通證券 Jason 你好 Man 你好 看到海通方面公佈了 公司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通知 同意開通公司A股的交易單元方面 即港股通方面的交易權限 其實這個消息大家都預料了 因為港股通通通了 換言之在A股 即在A股一些證券商裡面 都能夠買到港股 但是這個消息證實了 對於海通來說 其實股價支持可以有多深遠 你說這個消息又不是什麼很特別的新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說港股通真的開的時候 一些比較大規模的內地券商 或者一些中資券商 都應該能夠獲得有關當局 或者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那個批准 批他們可以拿到港股通的業務交易權限 所以這次海通那邊都只是說說 會根據有關的規定 做好港股通的業務的準備工作 所以你說這次的消息 又不是說等同 這間公司即時可以做這個互港股通的業務 始終最後的把關者 都仍然是中證監 還有香港證監會 兩者真的要進入頭 這些券商才能夠開展這個項目 但是講現時 中證監和香港證監會 或者是港交所方面 都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時間表 包括上個星期五 看到中證監開了一個例行的記者會 都是沒有exactly提到 究竟那個互港通方面 是何時才可以開得到 甚至乎連港交所的CEO 李兆佳方面 亦都是在口風上有些轉變的 這次他也提到在香港方面 很多的準備工作已經是做好了 但是為何你說中央那邊 到現在都不會 未肯放行那個互港通 他都說未知道當中的原因 亦都是沒有辦法交代得到 一個很確切的時間表出來 告訴大家 究竟互港通是何時 哪一個月哪一日才能開得到 所以這個因素反而令到大家會有少少擔心 互港通需要真的要擱置呢 或者是需要延期呢 當然你說完全煞車的可能性 就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你說要拖多多久才開呢 究竟跟當中那個要拖延的因素 是關於什麼事呢 現時那個官方上面的說法 都是說一些技術的因素 一些關於瑞製的安排 但是現在很多市場上面都在想 或者都有少少擔心 會不會都是因為現時香港的政局事件 令到中央方面 對香港某些政策會有些改變呢 所以如果你說在現階段 當那個政局都還是比較不明朗 還有就說當那個互港通 都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時間表呢 那自然大家有個憂慮 都是在想難免的 但是見到你說那些券商股 海通也好中信證券也好 其實近來來講 那個股價就沒有 因為那個互港通不知道何時開 或者有機會拖延 所以令到那個股價跌的 他們不但就沒有跌 反而你說好像海通來介 它的股價都由12元 經過一個星期之後 上到現在接近是13元這些位置 所以可能現在市場上面 都有個憧憬 就說這個消息 其實對於這些券商股來講 未必說真是很理淡的 今天未開到 那可能大家都有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就說去到可能今個月底公佈 或11月正式開通 所以在這個消息面上 大家都還要繼續留意有關的公佈 對呀 照廣通來講 一眾的券商股都會成為關注的板塊 資料的減問 其實不少人都會有些文章在這裡說到 就是中資的券商股 跟本地的券商股應該怎樣稱 問10個 10個都說中資券商股是受惠性高一點的 其實除了因為他們中資的背景 內地的投資者比較熟悉一些 將會成為他們的客人之外 其實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支持 去支持中資券商股比較好一點 中資券商股始終有個優勢 大部分在香港上一市的規模都是比較大 還有他們在內地的佣金市佔率方面 都是排行在頭幾位那幾間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 就是胡廣通真的開了 有更加多的資金 經過香港由外面 就流入去內地A股上面 其實都會變相可以刺激到 內地A股本身的交投 還有對於上證指數也好 或者深證指數也好 都應該會有個正面的大動 好像你說看回最近幾個月 雖然胡廣通就未正式開波 但是都見到有很多資金 經過Q3的途徑 是偷步進去內地A股市場 開始吸納一些比較優質的籃籌股 也都是見到在那個成交方面 就是說在對上個月 內地方面兩市的平均成交金額 都已經去到三千六百億人民幣 這是九月份的平均每日的成交額 比起今年年初平均都是二千二百億 又或者去到去年平均都是一千九百七十億 其實說這個胡廣通即使未開 都已經是令到部分資金 是流進去內地A股市場 所以變相如果你說說在香港上市 例如中信證券 海通證券這一堆 本身都是很受惠到 就說內地A股的成交會增加 還有看到一些人的佣金 收益方面都是可以向上的 再加上他們本身自己也有些 自營業務、炒房業務 又或者一些資產管理的業務 都是很多投資在A股市場上 只要你說接下來越來越多的資金 進入了內地A股 炒起了一些比較落後的板塊的時候 對於他們的自營業務的收益 都是會有正面的幫助 換言之中資券商股 都是一個非常看好的板塊 但在板塊裏面又應該怎樣稱 是否應該選擇一些大隻一點 但見到一些不是頭幾隻 可能未必是6881、6030、6837 反而我又留意國泰軍安 見到它的中期業值挺突出 之前的供國股 相對地 接下來的股價表現會否穩定一些 你怎樣看 國泰軍安雖然好像這間公司 我聽過的名字就是大陸公司 但它在香港上市這一部分 主要做的業務都是國際的業務 即是在香港方面的成交 又或者在其他國際市場上的交投 會比較重要一些 但至於你說它整體的規模來講 就真的跟中信證券 跟海東證券 跟銀河這三間證券公司來講 盈而都還是差一點 當然由於它的基數比較低 又或者股價方面都是比較低的時候 它的波動性會比較大一些 但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一類的勸商股 本身的風險都是比較高的 就是說一天可能升十幾個百分比 但第二天回落後 亦都可以跌回五、六個百分比 所以要買那類國泰軍安 星人萬國這一類的勸商股 駐馬方面盡量控制 不要太大了 清晰,謝謝你,Jason 這時候跟大家都順便跟進一下整個版塊的表演 中信證券暫時沒有升跌 海通證券升超過百分之二 中國銀河升至近百分之一 中國光大升兩仙,升幅不超過百分之一 五國泰軍安分別升超過百分之一 現代做五國四零七 好,最後跟Jason你做回申報 剛提及過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你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將會繼續跟大家跟進一下 市場方面的最新資訊 如果想聽的話,不要走開了